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嘴上功夫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你们谁给管人出个行的主意啊 王后 这么大的事交给一个女官 这还是有点藏帅啊 就是要草帅 越儿戏越好 男人去解决就是外交 输不起 女子就不一样了 如果成功了 就是皆大欢喜 弄不成功 只是女子的玩闹罢了 所以接下来 王上想谈判就谈判 要打仗也随你 他永远都是这样 做什么事都不在意他人的演员 请赵王出来相见 敢问卫史一句 卫国为何而来 一来结盟 二来求婚 卫史既然是来结盟 为何要带这么多卫国士兵 秦赵交战 边境告急 他们 是送我入赵 护卫我的安全 巧了 我国王上来马复山 一来是祭天 二来视察梁仓 秦赵对质 谁都知道 赵国艰难 梁仓 估计早就空了吧 若非如此 何至于向我卫国求援 您瞧 那是什么 那是赵国的大粮仓 真正应对秦军的法宝 有了他 长平二十五万大军 便能继续坚守 邯郸援军很快就要到了 卫史只带来了区区两千兵马 如何能应对近在咫尺的赵军呢 你可别忘了 现在 是赵国 向我卫国求援 如今赵国遭逢大难 急需卫国发兵救援 卫王坐视不理 反而趁火打劫 天下人该怎么想 一旦秦军攻下了赵国 占有了百姓和财富 进一步壮大了力量 号令天下诸国 到时候卫国也要沦落到任人鱼肉的下场 结盟之事 无非就是利害二子罢了 假如卫史立刻退兵 结盟一事还可在意 你说话可算数 皇上王后就坐在上面 倘若我有半句虚言 立刻命丧当场 卫史 请你三思 拿走 走 那怎么会是这样呢 这 这 这寡人可真是没想到啊 王上继续看下去就明白了呀 报 王上 魏国人拔营走了 好 王上 还有一位楚国太子 不过 比起投鼠忌器的魏国使臣 那楚国太子可不好对付 这魏国刚走 楚国又来了 我来是找你们公主的 叫个女官出来干什么 敢问太子一句 您来赵国是为了什么 我对你们公主一见钟情 我想娶她回去 做太子妃 那太子为何要沉冰马扶山下 你赵国王上亲自送来画像 我前来娶你们公主 可她却食言 你叫我有何脸面回去 秦太子 先看那座粮仓 把这边赶进来 快 这种雕虫小技骗得了魏国的使臣 骗得了我吗 这祭策也只能骗魏国使臣 楚国太子一眼就看穿了 是啊 你看这山下蠢蠢欲动的楚国人 真是妇人之言 祸国殃民哪 魏人走了 理应将公主嫁给楚人 堂堂赵国公主 理应为国尽礼啊 是啊 寡人就说嘛 这啊蒙得了一时蒙不了一世 国家大事不可儿戏 你最后还得寡人给他们收着残局吧 快把公主交出来吧 公寸将军 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啊 不知道啊 怕是发生什么大事 你去外面打听打听 看看到底发生何事 诺 诺 王孙 吕兄 你怎么来了 闲荒莫说 楚国跟魏国就要杀上山了 快走 什么魏国楚国要杀上山了 不可能 你自己听 外面杀生阵阵 人家就快攻上山了 快走吧 公寸将军 别慌 吕不渭 你是不是有什么阴谋 你还是不相信我 你自己听 对 快快快 快走快走 快走快走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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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寸将军 委屈你了 别不为 勾音 我不想再看你们的小把戏了 快点把你们公主叫出来 浩兰斗胆 请太子思虑再三 楚国土地方圆五千里 十几士族数百万 这样强大的国家 为什么要怕秦国 太子不同意楚照联盟 难道要等秦国逐各击破 坐以待毙吗 我对你说的这些不感兴趣 快叫你们公主出来 当年白起 率领数万兵马与楚国作战 一战而举烟影 再战而烧夷林 三战损坏楚国宗庙 辱墨历代仙族 尸横遍野 血染楚地 这样的血海深仇 太子都能忘得一干二净吗 你 你好大的胆子 太子文武双全 将来又是楚国的国君 公主自然轻目万分 愿意结婚姻之盟 可公主若嫁给了楚国 为国必然恼羞成怒 到时候秦国一举进宫 百姓血流成河 当今之际 赵国只能婉拒赵楚联谊 这样才能击破秦国的阴谋 公主高贵 聪慧 秦愿割舍对太子的情谊 也不愿意楚国联谊 公主这样的苦心 太子能明白吗 这是公主的意思 公主说了 若太子再这样继续苦苦相逼 他情愿从马浮山上纵身跳下 断了这段姻缘 他不愿连累国家 受千夫所指 敢问太子一句 公主 聪慧 善良 声明大义 他为了国家的安危 宁愿放弃一段大好姻缘 太子却要为了一己私情 致百姓于不顾吗 ster donor 善言于非 插池其鱼 织子于归 远颂于野 瞻望伏极 气涕如雨 燕燕于飞 邪之行之 知子于归 远于将之 瞻望伏极 助力以弃 燕燕于飞 上下其音 知子于归 远送于难 瞻望伏极 时劳我兴 太子多情 雅儿无以为报 只能用一曲 送知音人 望太子 一路走好 雅儿败平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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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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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寡人还是糊涂啊 这联盟带骗的招数是 是 是谁想出来的 昊蓝 你给王上解释一下 回禀王上 魏王想要谋取私利趁火打劫 看到赵国备战充分 自然就离开了 楚国太子 对公主一见钟情 却又年轻气盛极易冲动 发现公主同样钟情于她 却又为了国家大义不能相从的时候 自然极为感动 楚太子是个很聪明的人 只要她稍加思考 便会怀疑我们的用心 所以 我在她思考的间隙为她谈取送别 方能彻底打消她的疑虑 浩兰小的时候 曾听老人谈起一则传说 鲁湘宫十年 十三国诸侯之师 攻占碧阳国 碧阳子云豹 用伪造的粮仓 退下了十余万大军 碧阳更以小小的弹丸之地 熬战二十日 力拼十三国联军 实在令人赶配 其实今日 第一关不难过 第二关险胜 第三关 感动楚国太子的人 并不是浩兰 是公主 她的真情流露 为国为民牺牲爱情 与其说她是被眼儿打动 不如说她是被自己的高尚情操 所打动 不过 再过两年等她当了楚王 少了些热血和天真 恐怕这个计策就不好使了 到时候再说 这绝妙的满天过海的计策 一定是王后想出来的 雅妹美艳 浩兰清雅 就像一朵红莲和白莲 并开在我赵国 此奈我赵国之幸啊 父王 说得好 恭喜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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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浩兰姐 浩兰姐 刚才公子娇她顶了数十兵吗 不知所踪 请公主 救秦王孙一命 毕不畏 你逃不掉的 赵国君臣 被魏蠢弄得晕头转下 顾不上河了 你一早就预谋好了 你只需要知道 若是你不听话 我会杀了你 浩兰呢 浩兰自有她的去处 你舍弃了她 为王孙而牺牲 这是值得的 我不需要用女人的性命 来换取自己的生存 请王孙不要忘了 你是大秦的王孙 秦国为你退兵十里 下上飞翘首以派 待王孙归秦 难道你要因为一个女人 而放弃回去的机会吗 没有什么可以比得上 王孙归秦更重要 请王孙不要为浩兰一个人 忘记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虽不为 王孙 我与浩兰交往时间比你长 了解比你深 她不会有事的 你说这句话的时候 当真问性无愧吗 虞不为 我们是同甘共苦的伙伴 虽然 记得你答应过我 任何时候 都不要丢下我 我信你 为了大业 我没什么不可以牺牲的 快 快点走 小车吧 公子 公子啊公子 前面都闹成这样了 你还能注意到我们 吕不韦实在是佩服 公子 要跑 他们要跑 要跑了要 公孙将军 父王让你好好看守 你跟他们一块跑啊 还真是尽心尽责 都绑了 一块去见父王 我跑什么呀 他们要跑了 我跑了 一块儿 走 好 去去去去去去去吧 逃跑 我正押忍他和吕不韦 去见父王 我约了王孙上山井 吕少甫只是奉命带他前来 怎会是逃跑呢 雅儿 到了这个地步你还听他说话 你可知道 他在你被逼婚的当口逃跑了 正是因为魏楚使者惹了麻烦 雅儿才劳烦吕大人代劳 竟闹了这么大的误会 真是雅儿的过失 公主 公孙将军 你怎么也被五花大绑呀 我倒是忘记了 若是放跑了质子 你也要连坐的 是啊 我也要连坐 公主救我啊公主 我是冤枉的 原本是陪着王孙他们去赏景 谁知道就这样了 手都被他们绑轻了 雅儿 就这样 你还替他们脱罪啊 公子 若是吕不韦真要带王孙出逃 又怎会带上公孙将军呢 难道他 也被我收买了不成吗 是啊 这一切都是误会 误会嘛 公子 把我们放了吧 是不是误会 到了父王面前定端分枪 走 慢着 刚才 刚才 我在阵前对抗未处使者 兄长在哪里啊 难道在兄长心中 捉拿秦国质子 比父王的安危更加重要是吗 雅儿 若是父王知道 你为了捉拿秦国王孙 置他的安全于不顾 你说 父王会怎么想 秦国王孙 关系重大 父王定会相信我 可是我刚刚挡在父王面前 立下了功劳 你说 他是会相信我 还是会相信你呢 兄长 你可别忘了 宫中只有我 才是王后亲生的孩子 雅儿 自从 礼物中出现画像开始 我就已经产生了怀疑 就算不是秦人所为 那个礼物当中 怎么会有画像呢 只有一种可能 有人准备浑水摸鱼 潜逃离赵 你可知道 眼前这个秦王孙 他只是在利用我 还要让你抛头露面 为了一个 从来都不爱你的男人 你值得吗 值得 我以赵国公主的身份 我命令你们 立刻放人 放人 我以赵国公主 多谢公主出手相救 我救的人不是你 你要谢的 也不恕我 若非李浩兰及时向我求救 你会害了王孙的命 浩兰 看来 浩兰早就知道了一切 现在想来 若非李浩兰 早已冻析了你们的主意 又怎会特意将事情闹大 还在未处使者面前 为你们拖延 以争取更多的时间 吕不韦 你也太看清女人了 你要知道 这世上 不是只有你一个聪明人 兄长 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都想不明白 你明知道被吕不韦愚弄 为什么还要帮他们脱困 兄长 你不是知道为什么吗 明白了 兄长明白什么了 雅儿出手相救 得到一人感恩 为了心爱的人 对吗 这么看来 兄长的反应还不算太慢 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 父王受了不小的惊吓 连夜命令龙湘将军 率军赶来马浮山 刚好杨杨来 龙湘将军会在别宫停留 兄长该如何取舍 不用妹妹多言吧 雅儿还是站在我这边呢 我早就说过 只要不碰一人 不管什么时候 我都站在你这边 此次若非昊兰相助 我们都要性命不报 所以 我们今后要谨慎从事 你还要逃跑 如果现在放弃 咱们的努力都功亏一篑了 但是目前的情形 的确不容乐观 错了 祭典那天会有西班子进宫 他们会在宫中停留一天 你的意思是 赵王被吓破了胆子 那天 公孙前也会被调去守卫 所以 我们也抓着这个机会 好 来 好 来 好 来 什么时候知道的 从你改变主意 分别送话给楚威两国的时候 我就知道 你一定律有所图 实话跟你说吧 离开了赵国 我也没打算再回来 你多次为我出生入死 再三劝我不要背叛 可是在商人眼里 人只分有用和没用 我对你从未动过心 所谓的合作 不过是利用 李后兰 我一直在利用你 你不算失严 总算留给我半副身家 我在房间里 发现这个 我的气就消了 吕不韦 我不生你的气 利用 我叫你利用 你个混账东西 没心肝 混账 你想要半副身家就摆脱我 做你的春秋大梦 你这种冷酷无情的人活着 就会让人伤心 你怎么不去死 能让我伤心的人 我就让他干肠顺断 你怎么办 就这么走了 你以后再敢这么做 我就扭下你的脑袋 高高怪在城门上 你听懂了吗 牢牢记住了 好虎吧 豪洋 公子怎么来了 听说你率兵前来护卫 我特意来迎你入宫啊 浩阳不敢劳烦公子 都是一家人 何必这么客气呢 绣羽知道你要来 还特意准备了接风酒 给我走吧 抱歉 我还要进宫觐见王上 行 那我们一起去 稍后 功务在身 不便多留 请公子见谅 走 走 公子傅 您先用膳吧 再等等 公子你回来了 你不是去迎阿兄了吗 阿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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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口口声声叫阿兄 叫你一个亲 他从来没看过我一眼 我好心想要 他冷眼相待 公子 公子莫挠 公子 阿兄从小就失去了母亲 父亲有长年征战在外 他寄居于我家 与我感情深厚 只是 只是他性子孤傲 不易亲近 不过公子放心 我一定会好生劝导 让他识得公子的一片好意 果真 只要能让公子展颜 秀宇什么都肯做 我一直对你发谎 你不会怪我吧 秀宇知道 公子的艰难 又怎么会怪你呢 即便天下人都不理解 秀宇也会理解你 支持你 永远地牙望着你 公子父 这些活还是留给我来干吧 公子父 千万别伤了手 公子每日的饮食 都是你亲手碰饪的 都是你亲手碰饪的 公子每日的饮食 都是你亲手碰饪的 被烧了屈蚊的艾叶 彭松的被褥 高卫的床榻 还有他穿的衣服 都是你一阵一线 给他缝制出来的 他现在竟然这样对你 就靠 方早是为了您难过 去打探一下 阿兄落脚何处 诺 阿兄落脚 公子父 高将军去见王上了 那我就一直等到他回来 小心啊 多慢点啊 到时候还得麻烦班主 多多找你 慢点 这边 多歉 慢点 放这边 去 把那班主给我找来 诺 看着了 我说 我全说 向米渔浮 岂不日见 闲云恐急 喜我亡矣 杨柳依依 惊我来思 欲雪飞飞 行道迟迟 再饥再渴 我心伤悲 莫知 我爱 你知道这首诗的意思吗 我说 会想上 我心伤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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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心伤悲 你 我心伤悲 你 又或许只是一个美丽的恋人 他们相隔千里 可在他心里 他们一直在一起 从未分开过 这不像一首诗 倒像一出笑话 您一点都不敢动吗 在我年轻的时候 我也曾经以为这世上 会有一个人 永远属于我 后来我发现 我给他的一切 都成了那把 蠢透我心扉的成见 傻 真傻 傻孩子 我不喜欢这一首 换一首 诺 站住 余不韦 站住 余不韦 刚刚那人 刚才你谁也没有看见 那宫里是个男的 哈岚 果真 公子 秀宇已经问过班主了 他全招了 这件事情你不用再理会了 公子 如此大好良机 怎么能就这么错贵啊 雅儿深爱情王尊 如果这样贸然抓他 就等于为难雅儿 你雅儿的性格 又要闹得天翻地覆 公子啊 有些事 你不能罢 但是我能啊 我是公子傅 宫中发现有人私逃 捉住他们是理所当然 公主牙怎么怪 都不会怪到你头上来的 秀宇 公子 秀宇自有分寸 一定会谨慎地处理好 这件事情的 绝不会牵扯到公子头上 谢谢 公子 姐姐 怪你冷酷无情 那是因为她不了解你 因为在所有的公子当中 你过得是最苦 最艰难的 秀宇 虽然没有姐姐那样聪明 但是我会用我的性命 去保护你的 来 大家都跟紧点啊 这一路都没有卫兵盘查 是不是太顺利了 所以人为吉典盲的人样马翻 自然无控盘查 站住 追去 吕尔社区 这么晚出宫 是想去哪儿啊 姐姐你呢 王孙 请你立即卸身 我现在就杀了李浩兰 再不出来 我现在就杀了李浩兰 王孙 你这太不公平了 你这太不公平了 可以把钱放下了吧 全部给我拿下 明日王上会亲自审问你们 好好待着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叫你不要冒险 这简直就是儿戏 此事怪不得吕兄 赵王因卫杵之事 忧心忡忡 赵高昊阳率军护卫 更驱逐所有的百戏班子 这次祭典戏班众多 那些卫士 怎会一个一个盘查 看来 你是被秀玉盯上了 皇孙 你看我替你四处奔走 舍生忘死 这关键时刻 你不能任由我被杀呀 李浩兰 现在是说这种事情的时候吗 明日太阳升起 便是审讯之事 到时候 你们把所有的责任 都推到我身上 皇上不会信 我们既已结为同盟 只有这样做 才能确保损失最小 有了 有了 有什么 来人 外边有什么 干什么 叫什么叫 这是给你的 你们不用白费心思 我是不会放你们逃跑的 不必放人 只要 你帮我做件小事 事成之后还有中邪 什么小事 我要你 帮我传递一个消息 父王 今日一早 宫中流言纷纷 说有一男子混入宫中 恐有淫乱后宫之嫌 什么男子 恰逢祭典 宫中百戏班子 秉侍的朝臣 还有巡逻的士兵 有几个男人 不正常吗 不正常吗 启禀王后 那些人言之凿凿 说有一男子 化妆成女子的样子 在宫中行走 如果心中无鬼的话 大大方方就好了 何必男扮女装呢 你说的都是你亲眼所见 父王 儿臣未曾亲见 但是宫中流言 甚嚣尘上 愈演愈练 儿臣以为 此事应该为真 这还叫什么王宫 不管什么人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女儿 这一定查清楚 是 父王 儿臣现在就去查 报 王上 公子傅求见 让他进来 诺 公子傅求见 王上 王后 王上 昨日祭典 有人心怀不轨 妄图趁机逃跑 被秀玉当场抓住 这些人 究竟怎么回事 当着王上的面 把你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 是有人给小的一千金 让小的 携带秦王孙出宫 大点声 大点声 到底是谁 给了你一千金 是吕不韦 就是他 吕不韦 寡人对你不好吗 你怎么敢做出这种事去 你知道你把秦王孙放走 是什么罪过吗 杀头之罪 那你还敢 还有你 李浩兰 秦王孙是秦国质子 而你是赵国人 你怎么也敢 背叛寡人哪 王上 此事跟浩兰毫无干系 他是无辜受累 你闭嘴 王上 我们是被人构陷的 吕不韦 众母睽睽 不容你狡辩 王上 吕不韦深受您的大恩 却获同李浩兰 私自放跑秦国质子 如今 可是两国对峙之急 他们此举行如叛国 还请王上严惩 你们几个 拖着去 律法处置 诺 你笑 笑什么 我笑 是因为王上被人蒙蔽 不变是非 大胆 不是大胆 是问心无愧 吕不韦 到了这种地步 你还在狡辩 敢问一句 人人都在为祭典忙碌 为何只有你 出现在东门 那是因为 我发现了你的阴谋 他竟然收了重金 为何要出卖雇主 我 王上请看 这就是公子傅所言的证据 原来是驱打成招啊 什么驱打成招 吕不韦 你不要血口喷人 王上 王上 小人确实没有说谎 的确是他 王上 若是吕不韦 被打成这个模样 别说是诬陷他人 就是让说 太阳打西边出来 那也成啊 别忘了 你们三更半夜的出宫 不是逃跑 又是何故啊 我们是捉你的奸